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儿 对不起 叔叔没看到你 没事 小头叔叔好 我来找大头玩 踩着比赛 划船比赛 钓鱼比赛 大头 你怎么得过这么多冠军 现在咱们亲自赢的活动就没有我赢不了的 真厉害 我一次冠军都没得过 哪有的事 大头儿子 你又乱说 我没乱说 这就是证据 汤圆接球 我也要来 好啊 反正你肯定不是大头的对手 是吗 对了 听说现在亲自赢里的比赛 你都能赢 也不是 其实倒也没有那么夸张 差不多吧 大头儿子 大头儿就是太谦虚了 既然如此 马上就是亲自赢的马拉松比赛了 我们就在这次比赛分出高低吧 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比赛 大头儿子 你怎么了 还当听我说 比赛都能赢 就想在马拉松比赛上和我比比 那就比嘛 谁让我们大头儿子战无不胜呢 我错了 小头爸爸 我保证 只要我赢了这次比赛 我就再也不吹牛了 你就帮帮大头儿子吧 好 一言为定 要想跑得又快又久 没有结实的腿部肌肉是不行的 所以要开始练习青蛙跳 帮忙 我做得怎么样 就知道法 小头爸爸 我跳不动了 不行 只有腿部力量练好了 头马拉松的时候 你才能够坚持得住 就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大头儿啊 你这是 我 我这是在练习挖跳呢 腿部要有力量 跑马拉松的时候 才能坚持到最后嘛 原来如此 大头儿啊 你出这么多汗一定很累吧 我来帮你操操 才跳了十足 一点都不累 热身而已 十足 我期待你胜利的画面 加油 我得先走了 你哪里跳了十足了 我一时没忍住 心肺能力的锻炼也很重要 锻炼的方法嘛 就是要多跑跑步了 嗯 跑啊 跑啊 好 不是这边 要围着亲自迎跑 哎 哎 什么 小头爸爸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不行 太累了 我休息一会儿 可是 我们只跑了十分钟啊 什么事情都要循序见地嘛 是谁说要拿冠军来的 之前也没说拿冠军 你这么累啊 等等我 还好赶上你们了 你这是 看了大头上次努力训练的样子 我觉得我要向你学习 我也要跟着你们一起练习 哎呀 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们都围着亲自迎跑了 跑了十圈了 虽然说也不累 但是适当的休息也能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嘛 那你休息一会儿 我得赶快去跑两圈了 哎 这才一圈就不行了 哎 汤圆 你要加油啊 你刚才一直在跑 没什么 就是等你的时候 随便围着广场跑了几圈而已 大头 你真是太厉害了 明天我能和你一起训练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今天跑得实在太轻松了 明天我要加上沙袋跑 没问题 我一定努力跟上 这次练多久 我看汤圆今天练得比你都努力 我那时还没发力呢 好 给你 这是明天你和汤圆用的沙袋 别忘了 好 这么重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感觉比白天那个还重 绑着这个明天可怎么跑 要是沙袋和被子一样 又轻又软就好了 对了 当然可以和被子一样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冠军 冠军 大头太厉害了 我跟上才行 大头儿子可以啊 进步挺大 这几天没白练哪 参赛选手们请注意 咱们这次的马拉松线路 是这样的 从大槐树广场出发 绕着水仙湖两周 最后回到极点 这种运动不适合我 你们加油 一会儿我在终点等着你们 谁等谁还不一定呢 预备 好 怎么可能超过我 看来你也没那么厉害吧 大头儿 不要乱了自己的节奏 好 还是吗 我们看到最先接近终点的 居然是海棠和汤圆 谁将会先一步冲过终点呢 加油 加油啊 汤圆 我宣布马拉松比赛的冠军是 汤圆 我 我 我赢了 来 下一个 好的 大头儿 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 不然 你怎么可能输给我们呢 你那么厉害 其实 其实 我之前说 比赛都能赢的是吹牛来着 可 可你跳了那么多 这有二十个 跑了那么多圈 跑了十分钟 我亲眼见你保了那么重的沙袋呢 我把沙子换成棉花了 你居然骗我 你居然骗我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义的 虽然你骗了我 但我还是原谅了你 要不是你吹牛骗我的话 我也不会练得这么认真 嘿嘿嘿 让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杯 我之后一定要踏踏实实练习 再也不吹牛了 好啊 连我都敢骗了 小冬爸爸 我再也不敢了 站住